现在是早上八点半,军校纪念馆刚开门,门口就聚集了这么多人,都是学生来参观的。 保定军校全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从1902年到1923年自晚清至民国时期开办了21年, 共培养出一万一千多名军事领导人才,后来成为将军的有两千多人,被誉为将军的摇篮。 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下边咱们就开始参观保定军校纪念馆,一起回顾保定军校的历史。 保定军校纪念馆坐北朝南在保定市连池区东风东路上免费参观。 保定军校的原始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军校纪念馆是在旧址上建立起来的。 进入大门,前边是上午堂,上午堂曾经是保定军校校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 刚一进门,保定军校的校训就映入了眼帘,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 这是军校复原模型图,军校原来占地3000多亩,由校本部、分校、大操场、靶场四部分组成。 学生入学以后,先在分校学习一段时间后才能进入校本部,保定军校严格的教学制度是出了名的。 军校东南角过去有一个靶场,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这里被枪决的。 保定军校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呢? 咱们先了解一下建校的历史背景。 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极贫极弱,屡遭列强的入侵,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残酷的现实迫使清政府奏准李鸿章改革军事,建立新式军队,创办工业,走强兵复国的变革之路。 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接任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以保定为基础训练北洋常备军,编程拥有7万多名士兵的北洋陆军六镇。 编练新军过程中需要大批各级军官,从光绪28年公元1902年开始,袁世凯在保定先后开办了北洋陆军行营降变学堂,北洋陆军速称五倍学堂,陆军军官学堂。 从1902年到1911年,袁世凯在保定共开办了近代军事学堂14所,这些学堂可以说是保定军校的前身,保定军校它是多个军事学校的统称。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袁世凯在保定军官学堂的原校就职正式开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在保定,所以习惯上称保定军校。 保定军校总投资22304两白银,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正规化教育的先河,从1912年开办算起到1923年停办,11年间培养了九七学员共6574人,成为近代中国将军的摇篮。 1924年,保定军校停办的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了黄浦军校,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有多人在黄浦军校任教育长教官。 陈诚,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保定军校八七炮科,1925年任黄浦军校炮兵科教官,张志忠,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三七步兵科。 因为对中国的和平做出了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曾任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周志柔,中华民国空军司令,保定军校八七步兵科,1924年任黄浦军校教官。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在这场战争中,1918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叶挺,率第四军独立团,挺进湖南,讨伐吴佩夫,拿下丁四桥,占领贺胜桥,连克桃林铺,印斗山等地,被誉为北伐名将。叶挺所在的第四军也被称为铁军。 这是北伐战争开始时,保定军校生在北伐军中任职的情况表。 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李继深,政治部主任邓衍达,参谋次长白崇喜都出自保定军校。 北伐军各师团级长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生,当时黄浦生由于资历尚浅,大都担任连排班级干部。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从上海租界向扎北的中国驻军进攻,蒋光奈、蔡廷凯率领十九陆军奋起抵抗,十九陆军总指挥蒋光奈就是保定军校一期的学生。 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继续入侵关内,进攻热河、谷北口与东的长城一线。 1933年吉红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查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保定军校生张克霞、阮玄武、乔明里分别任同盟军干部学校副校长、第五军军长和第二军副军长。 这是参加长城抗战的保定军校生部分名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打响了松户会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这是参加松户抗战的保定军校生部分名单,有白崇喜、顾祝彤、张志忠、薛岳、周志柔等等。 1937年10月,以宝贝太原为中心的新口战役中,保定军校生中将郝孟玲壮烈殉国。 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1939至1942年中日之间进行了三年的长沙会战。 围绕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攻防战,也叫长沙保卫战。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保定军校生薛岳自创天卢战法,歼灭日军十万之众,有效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这是参加长沙会战的保定军校生部分名单和照片,除了薛岳还有陈明书、罗卓英、黄岐祥等等。 1949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当时奉命参加接受日军投降的保定军校生部分名单,其中有一个叫吴时的人。 吴时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起前副理的于则成恐怕都知道,吴时就是于则成的原型人物。 吴时在1949年6月去了台湾,第二年由于叛徒的叛变被捕,当年在台北渔海。 解放战争期间,保定军校生华北较总总司令傅作义率所部25万人接受和平改编,使得北平这座六朝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交还到了人民的手中。 监国以后,傅作义担任了22年的水利部部长。 保定军校生里职位最高的是李继深,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保定军校虽然早已不存在,在旧址修建的军校纪念馆也只有区区几间房子,但是这段历史不会磨灭,保定军校生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历史贡献也将永远被铭记。 好了,这里就是保定军校纪念馆,感谢收看,下期再见。